还有介绍 那么我没想到那个还有那么多人 我以为只有三个人 OK 没问题 那个刚才我先放了四个影片给大家 今天我要用注册来讲 是因为我是中华研究院的 代表那个教中国文化的 所以要讲中文不是 其实英文不是很好 所以那只好讲中文啊 不好意思啊 那么那个讲中文大家比较亲切一点 现场人家没有印度的朋友 没有那个马来通道 OK 好 那我就讲中文啊 那么那个 今天我们要讲马来西亚出教这些珍贵的世界一团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是在这边啊 这个题目其实我们原本订的题目不是这样子的 不没有关系啊 因为那个过来的学校觉得这个题目比较好 那就改一改啊 不过你连讲那种没有变的 OK啊 那么刚才我放了四个影片 大家可能可以看得到 那么第一个影片啊 可能有些人还没有进场 第一个影片是讲什么 第一个影片是讲那个 一个马来青年回到那个一个乡下 然后去见他的母亲 然后他说那个乡下没有internet 他跑去一个地方 还要为了上internet要处理他公司的事情 所以最后呢 我有想念到他母亲赶快赶回家 在哈利拉雅前一天想回去看他的妈妈 那么第二个影片呢 是讲一个印度人跟一个马来人 他们两个相依为命 他们两个都有孩子都有儿子 他们的两个儿子呢 一起去当警察 小时候就一起长大 然后他们两个约定要一起回来过假节 因为那时候迪巴瓦里跟哈利拉雅是同一天 那么第三个影片呢 是讲一个马来司机在哈利拉雅要回家 回家要去过哈利拉雅 但是在路上呢 碰到一个马来老人 然后下了庆盆大雨 他在想着要不要去帮这个老人 结果他想我要赶时间 我还是不要帮这个老人 然后赶快走 结果他车祸了 反而是那个他要帮助的老人过来去救我 把他带回家 第四个影片呢 是那个 可能你们太知道 第四个影片是那个迪巴瓦里的时候啊 如果是哪孩子 迪巴瓦里的第一天早上要去拜神啊 印度人 他们要全身要涂那个油 涂油的时候去神拜过 才算是过了这个迪巴瓦里 所以这个是印度人的风俗 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为什么要一年放这四个影片呢 那么这四个影片呢 他去世都是来自同一个导演 叫亚斯蒂阿曼 这个导演呢 2009年7月25号去世了 这个导演是一个马来人 你可以知道我们马来西亚 其实也有那么好的导演 他了解每一个族群的文化 他在每一个广告都会试图的去呈现我们马来西亚 多元宗教多元社会的一个面貌 然后试图表达我们马来西亚 其实每一天正在进行的 是宗教和谐族群融合 而不是宗教族群的冲突 我们的生活 99.9%是在和谐融合的状态 冲突呢 这是0.001%的情况 所以为什麽我们整天要谈 0.0001%的情况 却不要谈99.999%的情况呢 所以呢 我们是不是 我们的观点 我们的眼光 是不是要放得更实际一点呢 所以我们的这个 马来西亚真正的导演 亚斯蒂阿曼 他真正的不了解印度的文化 所以他排出一个 让印度人觉得很感动 很开心的 一个宣传的 Hantibawari的影片 他也把Hantibawari的讯息 跟Hantibawari的讯息 用族群融合 宗教和谐的角度 把他结合在一起 这个导演呢 在2009年7月1号的时候 曾经到台湾 那时候就是他去世前的20天 到台湾 台湾有一个亚洲电影节 那么我有在现场 有观看那时候 他在台湾首映的一部电影 叫Talent Time 这部电影呢 他有亲自出席 然后我有在台下 那个电影播完之后呢 他有接受观众的发问 那时候 全场大概有一千个观众 包括很多是台湾人 还有少数的马来西亚人 那么Talent Time 电影呢 也是谈一个族群融合的问题 他男的角是一个印度人 他跟一个马来女孩子 发生变情 但是因为种种文化 宗教的因素 然后不能够在一起 不过最后呢 这个电影 没有告诉我 他们不能够在一起 不过呢 他主要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社会 生活呢 大家都是在一起的 然后我们 甚至也会发生恋爱 那么 Yaspin Amara 在这个电影之后呢 他在记者会上 他有说了 为什么我 我作为一个马来人 一个马来女性 拍电影 为什么要拍一个 以印度人为主角的电影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 最受歧视的族群 最受压迫的族群 是印度人 我个人人间委屈 所以我用电影 来告诉我们马来西亚人 我们必须要 关心我们的印度同胞 然后呢 有人问他 为什么你那么了解印度文化 在这个电影里面 有那么多印度文化的呈现 你作为一个信仰伊斯兰的马来人 为什么你可以那么的清楚去描述 印度人的家庭 印度人的宗教 他说 我生活在宜宝 宜宝呢 是一个真正 Satu Malaysia的地方 One Malaysia的地方 因为在宜宝呢 我们有很多印度人 很多华人 也有很多马来人 大家都在一起生活 而且收获了一百年 我们在宜宝呢 我们的亲生寺 跟教堂 我们的一部庙 通通都是在很近的地方 所以大家都没有干扰 大家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任何的吵架 任何的宗教族群冲突 也不曾经在宜宝发生 我就在这个地方长大 我想这个地方就是真正马来人的精神 我以这个一片 来纪念我的城市宜宝 纪念我的成长的地方 你希望马来人不要有族群冲突 然后他说 因为其实我的初恋 是跟印度人 他在那个中学的时候 第一次谈恋爱的人 是印度人 他是一个马来女孩子 他谈恋爱的人对象 是印度人 那个印度人夺走了我的 first kiss 他是用英文讲的 因为他是受英文教育的 因为我们早期马来西亚人 在六十年代的时候 七十年代的时候 都受英文教育的 但是后来因为 马来西亚政策改了 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英文学校了 英文学校只有实力学校才有 现在任何的government school 全部都是马来文学校 不过在那个时代 他就因为 他初恋是印度人 后来 如果你们有了解的话 他后来也嫁给一个华人 所以他的初恋是印度人 他第二次恋爱是马来人 后来他结婚的对象是华人 所以他真正的是了解 整个马来西亚的社会 因为他跟三大族群都看过恋爱 所以呢 后来同性的 他要拍新的电影 在Talentide之后 他要进行另外一个拍摄的计划 但是7月25号呢 他在RTM 对不起在TVD歌 在TVD歌 讨论新的电影 电影的时候 因为中风 就去世了 才想年49岁 很早就过世了 所以我们马来西亚损失了这么一个导演 在他之后呢 我们Petronas Telecom的广告呢 就没有那么精彩了 不过至少呢 他在从1997年 拍Petronas Telecom的广告之后 到2009年 这12年期间呢 他给了我们马来西亚人很多的情势 很多的灵感 给了我们马来西亚人很多的安慰 因为呢 我知道 我们知道 马来西亚在过去这几年来 常常有一些 所谓的冲突 在报纸上 在新闻上有去渲染 让我们的情绪 整天处于一个波动的状态 但是如果你处于一个波动的状态的时候呢 你们可以去看回Yasmin Ahmad的影片 Yasmin Ahmad的影片 其实都相当的真实 他不是脱离现实的 他很真实 他把我们马来西亚人真正的 诚实和善 让包容的一面呈现出来 他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马来西亚每天都是这个样子 每天都是和谐的 其实冲突是极小的部分 我们不能够只关心到冲突 其实我们真正是活在和谐的状态 这是Yasmin Ahmad 电影所带给我们的一个讯息 他的广告告诉我们的东西 在第一个广告 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 第一个广告是 第一个广告 然后马来年轻人 他跑去江峰看他妈妈 后来因为江峰里面没有Internet 所以他就出去到城镇里面 要上Internet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他上Internet的地方是在哪里 是在一个华人的cafe 华人的copy shop 一个马来人在华人的copy shop 上Internet 然后上到一半 有一个马来人 六七十岁了 老婆也进来喝咖啡 然后跟他聊到 他在等他儿子 他其实把那个在医保的生活 早期医保六十年代的生活 真实的呈现出来 在早期医保 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马来人他们是很大方的 进去华人的copy店 去喝copy看报纸 马来人看马来报 华人有时候看中文报 或看中文报 这是在六十年代五十年代 马来西亚真正的一个面貌 如果我们现场有五十岁以上的人 他们大概也有体验过 那个时代 华人跟马来人一起在 华人的copy店里面 喝咖啡聊天 不过现在呢 这个情况已经是比较少见了 但是也不是说见不到 在今天我们在沙巴 在沙拉瓦 也还是可以看得到 在华人copy店 有马来人跟考虑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我们明仔 我们要互相尊重 马来人不能吃猪肉 没有问题啊 他可以来喝copy 可以来喝茶 可以来吃moticbaka 那个跟猪肉完全没有关系 那些也全部是哈拉的 所以马来人 他来华人的copy店 喝copy 是moticbaka 代表什么 代表他信任我们华人 信任我们华人文化 信任我们华人 对他们的尊重 他知道我们华人 设他们的moticbaka 那一定是茶嘎鸭 而不是茶毒油 所以呢 这是一种信任 像如果是佛教徒到我们家来 我们请东西给他吃 有些人吃素的 他可能也会吃下去 他因为他信任 他知道我们给他吃的一定是吃素的 所以 这就是一种宗教的和谐 就是因为我们互相了解 互相信任 但是到了去的时间代之后呢 这个情况慢慢变小了 变少了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也许我自己有一个看法 那么 等一下如果有机会 我再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今天的报告呢 六十遍 非常长 可能来不及讲 要讲四个小时才能够讲完 不过没有关系 我尽量讲 尽量 前面讲一些比较 宗教和谐的东西 后面 我们要谈宗教冲突 因为我们和谐要跟冲突一起谈 要不然 就不知道怎样去了解和谐 怎样去维持和谐 所以我们要一起谈 我们不能只谈和谐 我们要谈冲突 谈了冲突之后 才知道要怎样去化解它 你完全不谈的话 冲突一起来 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所以这是我今天的报告 主要还是谈宗教和谐 这个呢 是我跟Bellick Obama的美国总统的合照 诶 诶 应该用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比如说 里莫广告 这个里莫广告 这个里莫广告 好 这样吧 ok 那个 表示说我有免死金牌 所以我乱讲话也不用紧 我可以跑去美国 没有啦 其实那个是那个 蜡像 那个 不要以为我为水 也不是啦 只要你去香港 去上海 然后就有蜡像 我们就可以找到他部罩 ok 好 那么今天我们来谈的这个 主题呢 有几个 第一个马来西亚宗教的多元化面貌 第二马来西亚宗教的证据 第三 他宗教共有价值的重要性 第四什么是宗教自由 第五马来西亚为何离伊斯兰为国教 第六 伊斯兰在马来西亚的地位 第七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伊斯兰国的过程 第八 重要的判决 判决是法律的重要的判决 影响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些法律判决的讨论 第九 如何维持宗教和谐 第十开放结论 ok 我们有十个point 今天我们要谈十个东西 但是呢 可能最后呢 我们可能只谈到五六 六七 可能就没有时间了 这是我们可以在问答的环节 我们可以继续读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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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们马来西亚会有宗教动员化 因为我马来西亚位于亚洲跟欧洲的中间桥梁 我们这个马六甲海峡 是我们全世界最帮忙海峡 到今天开始 就是全世界最多船只经过的海峡 表示说马来西亚很久以前就是宗教哲学的地方 因为它是中国人跟印度人做生意的地方 在两千年前 中国人跟印度人就在我们马来西亚做生意 中国人对马来西亚传入了佛教道教 印度人就传入了印度教 印度教是很早以前的 差不多两千年前 一千五百年左右 我讲的太夸张了 一千五百年是中国人跟印度人开始在马来西亚做生意 那时候中国是汉朝的时候 开始打通了海上石头之路 印度人也过来马来西亚卖他的东西 中国人来马来西亚买印度的东西 所以中国人不用到印度去那么远 印度人也不用到中国去 他们在中间的地方 就是在马六甲 在新加坡这一带做买卖 所以我们马来西亚很早以前 如果你知道我们马来人 很早以前是信仰印度教的 也有马来人在很早以前信佛教的 像以前我们有一个国家 大家如果读历史的话 在公元六百年 有一个国家叫Siri Vijaya Siri Vijaya是什么国家 是佛教国家 他是马来人在马来西亚建立的第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Siri Vijaya 你看他的名字 他其实是佛教 后来在公元一千年 他开始转型印度教了 所以马来人信宗教最早是信佛教 再来信印度教 最后才是伊斯兰教 那么伊斯兰教是公元一千四百年 伊斯兰来了之后才开始信仰伊斯兰教 这是一个历史 所以呢 因为我们马来人 他是经历过那么多宗教的信仰的转变 所以呢 其实马来西亚的宗教融合 在马来人身上就可以看到 我们看今天的马来文 马来文有二十八仙 二十八仙是印度文 哪二十八仙呢 比如说Sara Sara Sara声音 Guno San 还有 一大堆了 这样想不起来 那么就是马来文呢 差不多二十八仙是印度文的 我们Mata 眼镜 真的不是印度文 还有几个 还有几个 一下子想不起来 那 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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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印度文 所以今天呢 马来西亚 马来文 跟印度文 其实有很多是重叠的地方 马来文呢 又有十五八仙是阿拉多文 那就很多了 马来文有 Solat Sambayan是印度文 Solat是阿拉多文 还有很多啊 然后那个马来文也有少数的中文 少数的中文 对不对 那个什么 青菜 这个不是很正宗的马来文啊 还有一些 什么刀骨 龟钓 这些都是中文 中文变出来的马来文 还有Bissau 刀 Bissau 就是我们的匕首 好 拜拜 好